风鸣姐来不及继续看下去 猛低头 血迹 这血迹是 难道是 狂吸气 疯狂的吸气 疯狂的舅舅的吸气 不会不会 不可能不可能 继续看这条 夫妇 你也太厉害了 人家现在活生怒头 别担心 我知道你有女朋友 我也没有打算 要你现在呢就抛击她 不过 还是抛击她吧 我等着你 不管什么时候 我都等着你 就算你永远也不抛起她 我也永远的都等着你 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要是有一天 她和你分开 下一个位置 一定要是我的 不多说了 快要迟到了 真想抱着你 睡到天亮 累了 我 我来不及打扫 你醒了 自己打扫一下 免得 免得被人发现 后面 画着一张栩栩如生的鬼脸 我已经把自己的电话 存在你的电话里了 记得 给我打电话 署名 你的娟 愣 发愣啊 看了看床上 果然 到处都是血迹 中间特别多 冯明杰口笑了 没 没了 自己的处男 真没了 真没想到 席卷看起来 不像处女啊 居然是 愣了半晌 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想了些什么 终于想起看时间 草告 都八点半了 要迟到了 忙不迭地 找了条毛巾 蘸了些水 静好床上 泼的是凉席 血迹一擦就掉 仔细收拾完战场 赶紧冲了个灶 班还是要继续上的 纸条先揣着 冯明杰整理好衣装 戴上墨镜 出了门 正准备去摸单车呢 福哥 福哥 嗯 一回头 却是刘武急匆匆地赶来 怎么了 冯明杰心里一紧 转过身 不好了 刚才来了几个人 说是工商局的 说三哥违规经营 把三哥的执照 收走了 嗯 有这种事 嗯 三哥打不通你电话 让我来找你 电话 摸出一看 上面居然有十几个围接 电话禁音了不用说 肯定是席轩 怕打扰自己休息 唉 这时候顾不上想这个了 走 上来 冯明杰跳上车 带着刘武直奔阿三的台球厅 让开 让开 别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啊 几个穿着工商制服的人 正在将一张台球桌 往一辆卡车上搬呢 周围站满了阿三的小弟 没有阿三的命令 没有出手阻拦 只是故意在附近晃来晃去 阻碍他们的行动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冯明杰把自行车一摔 走了过去 冯哥 你可算来了 花四赶紧迎上来 拦住冯明杰 向那群工商人走去 三哥在里面呢 黑头阿三一个人 默默地坐在椅子上 吸日烟 三哥 你总不拦着他们呀 阿三没有作声 指了指对面的凳子 冯明杰只好坐了下来 嘿嘿 黑头阿三啥也没干 先笑了 老子只办了 富时灵寿 还真没办台球厅执照啊 他们收就收 应该收 我靠 我真佩服你 这还能笑得出来 工商局的小李 跟我关系一直都很好 这些年都是这么过的 也没人管 今天我给他打电话 他就只跟我说了一句话 阿三把烟头往地上一丢 踩了一脚 说的啥 这个事 他帮不上忙 啥意思 阿三哈哈一笑 嘿嘿 这你还不明白 这肯定就是那个什么 刘晶晶在背后捣鬼 我一想明白 就乐了 你不乐吗 冯明杰疯狂地摇头 搞不清楚的事 我从来都不会傻乐的 这说明 刘晶晶这是志在必得呀 今天东郊必然会被收购 只要我们熬得住 会赚大钱 一个小小的抬球厅算得了什么 几张抬球桌子又算得了什么 太小儿科了 不做生意就不做生意 这房产是我的名字 工商局再牛 总不能没收老子的房产 这个刘晶晶 越是这般座位 就越是告诉老子 还准备狠狠地挨一刀了 三哥 刘五摸了摸脑袋 既然如此 你让我喊夫哥来 啊 对了 黑头阿三从抽屉里 拿出一个麻将盒子 往桌上一丢 他们收走了抬球桌 老子也没事做了 他明杰来 我们四个人正好凑一桌 打麻将 强力吗 我是谁 我靠 我是你哥 啥玩意儿啊 过了一晚上 连老子声音都记不得了 老子今天这边有事 来不了 劝你大爷的 不是小姑娘的事 正经事 你帮我跟张曹请个假 记得要告诉他 不准扣我钱 交给你了 慢着 叶然的餐费都换成钱了 午饭食堂他没有吃的 你记得要请他吃饭 不用谢 不用谢 拜拜 冯明杰想了想 又拨通叶然的电话 叶然吗 我这边临时出了点事 不不不 没事 没事 就是家里水管子爆了 我得找人修 不然楼下大妈会杀了我 架 强力会帮我请的 没事 不会扣钱 犹豫了片刻 冯明杰抓了抓头 对了 帮我谢谢秦玉 谢谢他帮我照顾你 是 什么 今天晚上还去那教室住啊 呃 啊 那岂不是 可以和秦玉一起住 我去 我去 我很想去 啊 行 你跟他说 我这边忙完就过去 哎 那先这么说 好 你也是 拜拜 哇 哇 心上人邀我去一个房子里住 哇 天赐良机啊 天赐良机啊 突然之间 想起了席君 打麻将 曾经有人说过 情场失忆 赌场得意 情场得意 赌场失忆 谁说的 啊 喊出来 砍死他 请一色 齐对 十三腰 大四喜 杠上开花 接壶 负名杰的汗水 刷刷的 像尼亚加拉瀑布一样的流啊 啊 暴流啊 看看花四和刘武啊 也好不到哪儿去 阿三今天的伙计 就像财神背在身上 运财童子站在左右 不管怎么换位置 反正就是他一个人糊 不一会儿 傅明杰就摸出去 七八张大票了 我靠 花四眼看一个大三云要成 被阿三一个小屁虎给吠了 奔然起身 老子去撒尿 去去梅花 我算是看出来了 傅明杰擦了擦汗 那个什么刘晶晶要倒霉啊 三哥火气这么旺 他死定了 这话我爱听 来 丑业 花四皱着眉头 摸着裤裆回来了 还没坐下 先叹了口气 娘的 习惯了外面天天都热闹得很 这一下空落落的 真不舒服啊 是啊 阿三的抬球厅 几乎二十四小时 都有好多人在打抬球 这一下抬球桌被清理干净 那些小弟没地方去 这一下都散了 感觉是挺不舒服的 怕个毛 等三哥弄了大钱 一人给你们送一张抬球桌 我靠 三个人一起树中指啊 这夜桌子足足打到下午一点 只听到一个柔柔的声音 三哥在吗 外面这是 傅明杰转过头 才看见一个只能用风姿绰约来形容的女子 穿着一套婉约不识端庄的长裙 背着一个小小的背包 先看门脸 走了进来 一看就是大家归嫂啊 嫂子 嫂子 花四和刘五急忙站起身 低声道 黑头阿三摸了摸脑袋 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你来了 外面一点小事 我等会儿跟你说 嫂子 这就是阿三的女人 女子微微一笑 露出一排好看的牙齿 那你们继续 我过会儿再来 不不不 不玩了 不玩了 花四咳嗽了一声 冲傅明杰使了个眼色 傅明杰明白 这可当真是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呀 自己输了一千了 他们两个也输了好几百 不趁这个机会 溜到南太平洋 就是傻子 嫂子 你好 我叫傅明杰 傅明杰站起身 冲女子点了点头 女子诧异地上下 打量了傅明杰几页 你就是他们这几天 嘴里不停念的副歌 说完笑了 虽然看不出来 但是英雄初少年这句话 用在你的身上 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傅明杰狂揉鼻子 被人一夸 他就只知道傻笑了 那我们不打扰你们了 三人极有默契地不顾挽留 夺路而逃 这外面还真是有点冷清啊 一个人也没看到 花四哭散着脸摸了摸裤兜 谁请我吃个饭 老子干了 刘武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只是把裤兜的那面拉了出来 只剩下一个五角钱的纸币了 这还是缺了脚的 那这个意思是 还是兰州拉面馆 一碗牛肉拉面 一碗干拌面都要大份 还把你们那啥千层饼 给我剁两斤 再来碗汤 花四摸了摸肚子 熟练得像背书啊 哎你 两碗面还加两斤饼子 你是猪啊 靠 就算是猪也吃不了啊 傅明杰诧异地去看刘武 其调刘武似乎一点也不觉得稀奇 只说了两个字 一样 花四猛喝了一口汤 惬意地叹了口气 每次看到三嫂 都让人觉得浑身暖洋洋的 要是我什么时候 也能找这样一个女朋友 真是这辈子都够了 刘武点了点头 嗯 阿三的女朋友 却有一种莫名的亲和力 好像是自己家的姐姐 想必 阿三那个干净的 不像狗窝的狗窝 就是他的杰作了 三嫂像菩萨似的 什么时候我们没钱吃饭了 他都清清楚楚的 从来不会让我们饿着 估计今天 是有点心急那些抬球桌的事了 嗯 傅明杰长吸一口气 想必这个飙风集团 在景天的官场里 有很硬的靠山 做这种事 简直得心应手得很呢 可惜啊 自己又不认识什么高官 照理说 有钱有到一定程度 认识几个官场的朋友 应该是很寻常的事 自己认识的有钱人 自己认识的有钱人 就当没这回事 那触手的柔软 好像还在记忆里 好像还挺滑的 可惜自己当时喝醉了 要是清醒着 来啦 跑堂的小伙儿端着几大碗面 事实出现 再次打断了 凤明杰的遮想 咦 凤明杰四处一走 怎么有我的 师傅 你还没点 吃饱了 花四干完两碗面 顺手提起那两斤饼子 老子上网去了 富哥去不去啊 靠 感情 感情这是外带呀 算了 我就不去了 凤明杰摇了摇头 还要回去找秦韵呢 嘿嘿 还要一起睡 刘五点点头 也顺手拿起饼子 你们上网 有钱没 不然在我这儿拿点 富明杰说着 就去摸口袋 花四哈哈一笑 嘿嘿 不用 富哥 你还不知道啊 我和刘五去上网 蛇皮敢收钱吗 那行 有事打电话 偶了 富哥拜拜 花四攀着刘五的肩膀 一蹦一跳地去了 老板 多少钱 一共八十七 你给八十八好了 图个吉利 掏钱的时候 富明杰又看见了那张纸条 忍不住摸了出来 展开 富富 这算是席娟给自己取的昵称 富富 好气还蛮顺口的 富明杰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脸 为什么脸上的肌肉上翘 嘴是咧开的呀 还是这条街 还是昨天的路线 昨天 席娟就这么挽着自己 在这条街上一蹦一跳的 太阳依旧很大 不知道为什么 富明杰不觉得热 却觉得暖洋洋的 电话只响了一声 富富 齐娟明显惊喜的声音传了过来 呃 富明杰使劲摸了摸头 你今天上什么班 我今天休息 那你 我有空我有空 你在哪 我要找你 虽然景天东郊算是郊区 还是有定义院的 虽然是旧式的 但旧式有旧式的好处啊 旧式一直到现在 都还有所谓的情侣包厢 两片木板一格 就看不到隔壁的人 里面的位置不大 刚够两个人坐 而且还是下线时 就是两个人不得不挨在一块 呃 订票的钱 虽然是俺出的 票票是他去买的 习军金铁 似乎着意打扮了一番 最起码 裙子比昨天短得多了 当两人不得不用一种 轻易的坐姿 坐在情侣包厢的时候 傅明杰甚至能清晰地闻到 从习军身上传来的香味 习军依旧毫不避讳地 用力挽住傅明杰的手臂 将头靠在他肩膀 从见面到现在 一直都是笑眯眯的 傅傅 傅明杰揉了揉鼻子 傅傅 这 怎么了 习军呼唤再三 傅明杰终于不得不被迫 接受了自己的新名字 没什么 习军转过头 在漆黑的电影院里 却还是能看见他 眸子里闪耀的神采 我就是想多喊你两声啊 当当当 电影开场如雷贯耳的音乐响起 出了半天广告 才终于闪现出几个大字 泰坦尼克号 这的确是一部 很经典很经典很经典 很经典的爱情电影啊 但是这一电影 都出来十年了吧 这电影院是旧点 是老点 至于不至于老的这种程度啊 这样的电影 谁来看呢 嗯 果真没什么人 难怪进场 就只看见几对情侣 难怪前面一个人也看不到 感情全在隔壁左右 捷克还在赌钱 泰坦尼克号都还没出现 就听见几声微弱的哼哼 从左右传了过来 嗯 不就是赌个钱 有啥好哼的 我还知道捷克后来 赢了张船票呢 真是的 嗯 这是 虽然这里头貌似是有空调的 但身边习俊的身体 似乎是越来越烫了 黑暗关闭了很多感觉 触觉的敏锐却加倍提升啊 嗯 傅明杰转过头 在屏幕淡淡的荧光下 能惊奇地看到 席君眼中 一层淡淡的雾气 呃 席君突然没有任何预兆的 将前凑了一凑 柔软的唇 突然凑上了傅明杰的唇 电 电 这真的有电啊 一股完全不属于技能养成器的电流 噼里啪啦的 从席君软得如同棉花一样的唇上 传遍了某人的全身啊 傅明杰只觉得 浑身的热血冲破了天灵盖 飙起一万多米高啊 再也忍受不住 伸出手将席君美妙的娇躯 用力涌入怀中 将她的身体紧紧挤压在自己怀中 两人的唇齿玩命的纠缠 就好像要把对方整个生吞进去一样 呃 这个感觉 恍惚之中 傅明杰还能看到 屏幕上的杰克正拥着螺丝 闭着双眼 伸开双臂 站在船头 泰坦尼克号这部电影实在是挺长的呀 激情燃烧完半天了 还没沉 其间小鸟一人的 缩在傅明杰的怀中 一只小手认真地玩弄着傅明杰胸前的钮扣 轻轻咬着嘴唇 傅明杰正襟危坐 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电影屏幕 傅傅 你的女朋友在船上 有没有友好 嗯 嗯 傅明杰一口气没接上 差点咳出血来 还不让我来说 好 阻挡手 安 使得